好因为这个花东地区发生了6.8的强症造成多处的灾情 如果有发生灾害损失的时候 请在30天内向当地的国税局来申请灾害损失 并且减负申请书、照片以及证明文件来维护自身权益 因为花东地区发生6.8强症造成多处灾情 如果有发生灾害损失的时候 请在30天内向当地的国税局申请灾害损失 并减负申请书、照片以及证明文件 以维护自身权益 灾害损失的话要把握在30天内来做一个 跟我们申报勘议院这样子 那有中所税、还有盈利事业所得税、营业税、烟酒税、货物税 那不用紧张 这个就是申请的三步骤 先拍照存证 取得那个保留那个照片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要捡负的损失清单、证明文件 像维修的估价单啊 还有那个相片等等 那可以到我们财政部北区国税局 玉里基增所来向我们申报 财政部表示近日花东地区频繁发生地震 造成民众财产损失 财政部已责成税捐基增机关主动协助 以及辅导受灾纳税人 房屋税方面 受灾毁损房屋面积占枕洞面积三成以上 不到五成者 房屋税减半课征 受灾毁损面积五成以上者 则可免征房屋税 可被妥照片损失照明文件提出申请 那当然就是在这个月九月份 是属于就是 现在玉里基增所占缴的一个申报期间 那如果纳税人因为这次灾害损失 有所那个因素没有办法 在规定的期限内来做一个那个缴签税款的话 可以在规定的那个缴纳期间内 向我们来做申请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税款 在害损失税捐减免又不明了的地方 可究竟所属国税局或基增所来洽询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